大家好我是香港小甜心 今天呢又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通关情况吧 香港呢现在已经全面开发了 各个地方过关香港呢都免隔离免核酸检测了 很多人问香港回内地什么时候也不用隔离5加3呀 这个情况很快就能改善了 2023年1月3日开始呢 香港和内地呢将全面通关0加3 意味着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将全面开发了 下个月回内地免隔离0加3 境外路径呢不用去酒店或者隔离点隔离了 但是呢前三天呢还是会有限制的 澳门呢现在开始由香港台湾海外路径人士 不再背负红色健康法了 并且取消落地核酸检测了 今天开始澳门香港免隔离通关了 0加0无红马可入赌场 桑拿可即日来回的 真的是太好了 离香港内地全面通关免隔离呢不远了 现在香港回内地有三种途径啊 深圳湾可安过关需要摇号分配每天呢2500个名额 或者呢直接飞机票飞回内地 或者呢抢票港珠澳大桥巴士票回珠海 不用摇号的啊直接走就行了 下个月开始差不多就不用摇号分配了啊 直接过关就行了 大家呢都在准备通关前的各项工作 香港的菜市场街头啊能来能往的啊 大家都是很自觉的戴口罩出街的 也是很自觉的被这环保带出来买东西的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点个赞点 关注来播强烈推荐吧 下期见拜拜 拜拜